丁晓琴欠五年!Makayo亲子终于要道歉! Makayo,左,控丁晓琴欠钱不还!图翻社脸书,2018万0306! 一人丁晓琴先前遭Makayo跟亲子胖姐直播时任报告买卖,付钱没交货,事后却迟迟不退款,共计欠债38000元。 针对此事,丁晓琴出面回应,表示已经和胖姐联络上,并承诺会还钱,近日终于有具体行动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由于Makayo与胖姐直播指控五年前向丁晓琴买包包,被以货为道理由迟迟不交货,也不退款。 直播影片出来后,外界一片哗然,丁晓琴事后表示已联络胖姐,近日更透露13日已会款到胖姐指定银行,并跟银行确认过了,还表示之后不再回应此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